大家好,今天我们讲首页下手的一个菜单导航页的UI设计 现在就是这个位置 我调第一点,这个是刚才的 我们说导航的这个组 刚才这个呢,应该放在这个组里面 这个位置 通常应该是这个,这整个部分是居于这个的中间 那接下来怎么去调这个位置的就是可能我们今天这一课要讲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技巧 通常是最后一个跟第一个,它的位置设置 设置这个位置 跟这个搜索 这两个,我们给它对齐 设置跟搜索 我们给它对齐一下,然后在同一条直线上 然后高度呢,可能站这么大一个位置,刚刚好 那完了之后呢,再把这三个呢 一起呢,平均分布一下 这个挺好用的 四十个像素显然大了 三十 然后再把第一个搜索 跟它 精准的 对一下 好,聚中 是吧 好,一二三四五 五是个像素 移出来 然后再调整 Ctrl T 滚动 选择起来用滚动滚动 调到刚刚好的位置的时候 好 刚刚好聚中 好,那这样就对了 好 那这部分看起来也是比较完整了 保存一下 这个显然是它是次要的一个要素嘛 肯定要稍微的按一点点 这个跟它的没有对齐 这个空中点大家也可以记一下 再调低一点 经常会遇到 英文字跟汉字 对不起 动了一下 全选 这条线也稍微淡一点 好 要素 拆进来 拉上去 我习惯了 右上角对好了 从左下角低 拉上去 这个其实是不需要剪切蒙版的 大概位置对好就行了 好 背景的颜色 背景的纹粒 要出来 保存一下 背景的纹粒 一会儿 找了一张图片 未必是最精准的 但是呢 只要告诉大家一个方法 我们就用这张 拆进来 在它是智能实量的情况下 给它做高丝模糊 5 可以再大一点点 那选一些 好 在选择键的情况下 按1 聪明度在10% 1 5 大了 1 保存 这个是 关键点 所以 稍微再亮一点 但是有点大了 好 那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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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要素 就用户要素 跟这个 导航的要素 跟这个要素 在整个 这个 背景 整个这个 这个模块里面 肯定是要 居中的 看起来才看的 挺标准的 那接下来 还很重要的一步 就是怎么样 把这几个模块 头像 还有 用户名 是吧 好 关键 关键 就不用了 还有这个 导航 这个模块 还有这个 版权信息 这个 模块 这几个 模块 让它相对于 这个区域 这 看下 没错了 让它去中 切到 移动工具 你看 啊 这样就比较标准了 好 保存 这里呢 还有一个版权信息的一个标志 这个经常呢 我们会用 已经有现成的 PS里面有现成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图 版权信息的一个图形了 直接拽过来用了 啊 不要有编具了 不要 有毛编了 颜色 跟字体颜色一样 无可厚非 好 那刚才那样的话 就可能稍微的 有一些不够精确了 好 我们 还得再 返回来 调整一下 这种东西 不可能 一下子 把所有东西都 考虑得 非常周全 在不断的 设计当中 不断调整 移到同一个位置来 换去据一下 好 那 一样 这个 要相对于这一块 居中 好 所以对了一个这个要素 会有点差距 好 状态蓝 状态蓝的背景 其实呢 应该还是要给我们整个 这个产品呢 APP的一个背景 供用起来 这个难度会稍微 在技术上稍微 会有一点 有一点点难度 但是确实会更好看很多 好 那 设计到这边的话 我们整个这个 首月下手的一个菜单导航页面 就基本上 接近尾声了 也 比较完整了 那 剩下来就是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头像 稍微小一点 你可以稍微再调大一点点 如果你觉得这个颜色 稍微浅了一些 稍微深了一点 你可以再给它再跳一跳 强调出强调一点 那这个线如果太深的话 可以再给它虚一点点 太明显的话 稍微再虚一点点 就是主要是看你要突出哪一部分 再强调哪一部分 然后哪部分 你把它稍微做的对比度强一点 当然这个是根据需求来做的 最好 最好是那个UI设计师能够主导 整个体验 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但是呢 很多东西呢 还是需要在不断的沟通当中 去完善的 所以像这种需求啊 还是要尽量跟那个 商品经理他们好好沟通一下 好了今天这节课 我们就先讲到这边 好